主要是因為我們為了要保留這個門牌號 那要保留門牌號就必須要有建立 那當然最後因為我們販店停車位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把最快進追踏車位 但是這個創台湾第一最小房子的季度 我們還是感到蠻開心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還是把最快進去